六國雄修鋒船為在山區 修鋒派出所原本使用的巡邏車 已經是上東的勞骨 影響到這半岸的效率 最近建設公司知道後來封開地方 協助競爭工作 關鍵一台四角走山區的巡邏車 希望保障警察的這篇安全 修鋒派出所的巡邏車 因為常常走山路 國家上已經使用了很多年 是上有危險的問題 但是關火在旁邊的泰瓦車輛的醫生憂漢 就有身心氣和發揮愛心 關鍵一台四角車 讓警察在家旋路的時候 可以更加保障 大家都知道秀豐派出所位處山區 大陸都比較崎嶇 原來的巡邏車是已經使用十餘年 里程數也將近二十餘萬公里 捐贈了這一部嶄新的四輪傳動的巡邏車 讓我們執行的遠景 執行更有效率 對於地方資安的維護 更有更大的助益 非常感謝我們莊董事長 還有我們的莊村長 這一次大力的對警政工作的支持 我們知道目前 我們南投縣的警力是非常缺乏 所以我們也他們的警察這邊也是非常辛苦 今天能夠競爭這部警車來讓他們使用 他也顧… 莊董也是顧慮到他們的身家的安全 所以再次的感謝我們莊董事長 因為省心氣了的莊文青當事長 他的阿兄就是隨便傳到 大家說收封派出所有相關訴求 就馬上採港一台巡邏車 希望回饋地方以外 也發揮近面合作的力量 家兄他擔任村長 因為我們這個車子已經老舊了 所以他就跟我提議說 那是不是可以來我們見證一台車子 讓我們的這個警察通人能夠使用 也確保他們在執勤車的安全 那當然啦 這個為我們的這個村裡做事情 那為我們的警察通人的這個安全的著想 就我是一不容辭 所以把這部車子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來交給我們的這個警察通人使用 第三份叫馬匯上感謝曾 跟巡邏車模型 感謝省心氣壓 相信有了這台全新的巡邏車 一定會提醒這次的後路 為好地方的治安和交通 共同大家做安全的家鄉 記者前往差不多